这是他见过的极有天赋的一位选手 而且他这个命中率很高 再一拳打开了 开了 已经开了 眼看 会影响到他 很好 安德拉德想让他冲 棒 这是防 颠起来了 谁来了 拿了一个木村 对对对 安德拉德没把力量完全使上 再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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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 摔倒 还拿了一个木村 南北位 小鞍板 十字锅 我们看这个十字锅 大家好 老师从业中医南科 三十余年 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 通过中药条理 重回南性雄风 如果你也存在 房市时间短 勃起无力 硬度差 中途疲软 肾趋 前列腺炎等问题 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 574993200 纯中药 一人一方 治根治本 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 补身壮阳 严实祝国 彻底告别 快难软难 记住微信 574993200 压力非常大 影响 软弹 软弹 拿到一个断头位置 开了 达的这个危险性是成倍的上升的 对 其实我觉得Rose如果主动去摔它 或者主动就一些地面对你做的话 对它会更好一些 安德拉的可能觉得地面不占油的话 他可能就更不拿它没办法了 对 螺丝有一米六五 跟尾力差不多 差不多 高一点点多 两厘米 命中率非常高 是 你知道 所以他打 就是 他有 他这个拳是往里钻的 而且他是用身体来打拳 他不是用胳膊在挥 虽然安德拉是他非常壮 但是他在甩胳膊 他身体没进去 真准啊 是 前手非常 前手后手都很准 因为他前手放得长 你知道吗 他没有放在 以前安德拉是他一直抱在自己的胸前 他这个间距就长 他这打不好打 如果他放得长的话 他一点就进去了 安德拉终于泡到身边 他用拿一个这个 我就拿你这个位置 所以他现在安德拉的 他肯定也是 拔起来 再摔 我头朝地了 砸晕了 应该是 快晕了 我天 刚才是直接头朝下 砸在了地面上 凶结的方式 战胜了 之前被认为不可击败的 罗斯纳板 我先看一下这个慢放 躺起来 头朝下 折到脖子了 而且你知道 我听到别的消息 我知道 罗斯的脖子一直有伤 而且不太好 然后他在训练之前 他一直在休息 折到脖子了 我裁判直接冲过来 罗斯还在防守 裁判叫停了 这个叫停 我觉得裁判非常的准确 哇 整个头被折过来了 没错 净追 我希望罗斯不会有大问题 希望平安就行 输赢我 来给我们聊 他这个事情 KL 新的这个冠军 新冠军 杰西卡安达拉德 这